就是一家位在台中這邊 最繁榮的七騎市中心裡面 天啊!我是不是在逛什麼美術館 我們這次住的是 沒有電燈耶 這樣...這應該是感應的那種吧 還是它的場在裡面啊 這個窗簾不行耶 要扣分 還可以看得到台中歌劇院耶 我覺得非常非常漂亮耶 如果是晚上來的話 應該會超美的 好鮮甜 好鮮甜喔 然後還有一些老人去問他問題 都愛理不理得 而且我覺得可以透過就是YouTube這個平台啊 分享一些科技業的知識跟專業技術 給那些新鮮人 我們今天順便幫S親身 發現他這邊早餐的品項超級多轉 好期待喔 嗨!大家好!我是萊斯特 今天我們要住的飯店啊 就是一家位在台中這邊 最繁榮的七騎市中心裡面 登登! 就是這家台中的日月遷徙酒店喔 聽說他這邊可以看得到整個七騎市中心的夜景 好期待喔! 欸! Hans 這好像是我們第一次來台中這邊 拍飯店開箱的影片喔 對啊 那我們就進去裡面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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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哪 我是在逛手美术馆 它的大厅表现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典雅的艺术空间 好有质感哦 今天我有设定一个剧情啊 就是一位金达戏饭的小资主 小资主会来住五星级饭店 没有啦 它的设定就是一位很有力向上 然后工作之后领到奖金 想要来给他好好的享受一下 所以才来住这个高级饭店 但是他又不想花太多的冤枉钱 所以他就找了很多省钱的小费宝 来住五星级饭店 然后晚上也要省钱的去吃高档的牛排馆 原来如此 对 那我们就先去办理路住吧 走吧 刚刚已经拿到房卡了 现在要上去房间咯 赶快带大家来rental一下吧 我们这次住的是 这次住的是日月客房 一样就是饭店的标准配置 门口一进来 这边有一整片的全身镜 让你在出门之前 就可以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的服装衣笼 好大一个衣柜哦 上面这边是可以让 怎么没有电针 电针怎么是感应的吗 它这么坏了 这个没有电灯耶 这应该是感应的那种吧 还是它的藏在里面啊 对呢 这个电灯坏掉了 我记得不是拉开 应该就会有感应的吗 不太行耶 好吧 没关系 上面这边是可以让你挂衣服的地方 然后这边挂了两件浴袍 另外针对一些商务人士的需求 它这边还有提供了熨斗跟烫衣板 下面这边有一个放行李箱的架子 然后还有一个保险箱 真的黑漆漆一片的呀 很不习惯 下面这个抽屉打开呢 里面有一个饭店的洗衣袋 哦是不织布的材质 还可以啦 还有一个购物纸袋 然后最下面这边呢 放了两双室内拖鞋 是有点厚度的室内拖鞋 诶我刚才发现 它除了这个衣柜 不会自动开灯按萌萌就算了 它这个房间的电灯 反应也太慢了吧 这边的设备是不是应该翻修一下 不太灵敏 诶诶 闹鬼了是不是 诶这边真的不行耶 对面这边呢 就是浴室的区域了 走进来之后啊 正中间这边就是它的洗手台 上面这边有一整片的镜子 两边还有分围灯 旁边有一个化妆镜 然后两条插手的小方巾 墙壁呢 这边有一个内拗的置物空间 就是两个漱口水杯 几何形状的漱口水杯 下面这边放了两条大的浴巾 他们家的吹风机啊 是用 哦 Penasonic的负离子吹风机 还有垃圾桶跟体重剂 旁边有一个浴缸 不过这个浴缸看起来有点偏低 有一整片的透明玻璃 就是泡澡的时候啊 就可以直接看到房间的电视 诶这个窗帘不行耶 要扣分 它不是那种电动窗帘 它是给我用这种要自己手动拉下来的 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用这个 而且好像不是很好拉 对面这边呢 有两扇门 这个是干湿分离的淋浴间 他们家的沐浴被瓶啊 是用O&E-1这个牌子 这个是 哦 厕所的区域 有免制马桶哦 诶 我觉得这个厕所做的蛮有质感的耶 里面还有一些木头色系的转潢 而且蛮大一间的 那浴室啊跟厕所 大概就是这样子 接下来呢 就是房间的区域了 它的房间就是 蛮中规中矩的一个商务路线 简约的设计风格 搭配上木头色系的一些装潢 它的床我来试堂看看 有点偏软 好像不会回弹 床边座呢 这边简简单单的 有提供一个插座 然后呢 这边可以去控制整个房间的电源灯光 在床的对面这边呢 就是电视 不过这个电视看起来有点偏小 大概只有40寸的感觉 下面这个电视柜打开有 里面有个小小的冰箱 给了两罐矿泉水跟两罐可乐 也是免费招待的 中间有三个抽屉 空的也是空的 应该也是空的 让你可以多一些收纳的空间 另外一边呢就是mini bar的区域了 有一些杯子啊咖啡杯 然后一个电热水壶 红酒开瓶器 上面这边呢就是有一些咖啡跟茶包 然后一台咖啡机 这边有一张红色沙发跟一张桌子 桌上有放一些饮丁水果 算是一个蛮大的客厅区啦 靠窗这边呢有一张办公书桌 很适合商务人士出差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使用电脑办公 书桌这边还有各种的连接布 它座啊然后连接电视的 还有网路孔 跟一个USB的充电孔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窗外的景色 登登 整个七骑市中心呢就在我的脚底下哦 还可以看得到台中歌剧院耶 The seeds of joy in the storms and rain awaiting in the dark With a rush of reason I want to love this season I want to love this season All the while I want it gone Here it's a hell hole Water my tongue Soothing my scorched home Spit out the bitter torrential rain It's heavy now And horrors melt me down The steel in me will shield The hope beckons to me now With a rush of reason I wanna love this season Now I wanna love this season I wanna love this season 身为一位肖瘫的弟弟啊 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如何省钱去住五星级饭店哦 第一招就是可以去办美国运通的信用卡 如果是申办美国运通的信用白金卡 它的年费是8500元 它其实就是一张 吃饭住宿玩乐专用的信用卡 因为美国运通每一年 好像都会去签约至少二到三十家的饭店餐厅的优惠 像我们之前去住台北的金华酒店啊 假日入住一晚 含早餐只要3300元 我觉得超级划算的 但是好像从去年开始 那个房间就变得非常难定 对 对几乎都被秒杀 对啊每个周末的优惠房间就是几乎都订不到 据说啦是被某些持卡人定下来 然后拿到虾皮上面去卖 你可能要上去虾皮上面找 哎美国运通会被太寒 如果你有看到的话 请努力改善一下好吗 所以消贪的滴滴哦 最近啊就开始使用Shotback这个平台 它上面所有的十一住行娱乐啊 全部都有现金回馈哦 重点是没有上限 没有上限 没有上限 像我这次来住台中的日月千禧酒店啊 就可以先在各大的订房网站上面比价 打开Shotback之后呢 你会看到它上面有 非常非常多的合作通路 任何你可以想得到的 它上面几乎都有 像是住宿的话呢 有booking.com Agoda Xpedia 网购有PC Home 虾皮 甚至连Apple都有 像是暑假期间 Apple都会推出BTS的专案 除了可以用教育优惠架购买平板笔电之外 Apple还会多送你AirPods with Apple Pencil 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干嘛 就是透过Shotback这个平台 默默的累积现金回馈超赞的 使用的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哦 从Shotback连过去你要的购物平台 超赞的 booking.com 现在有6.5%的限时加码回馈 之后就跟你在一般网购的过程完全一模一样 成功结账之后 Shotback就会自动追踪你的订单 然后计算回馈金 等到上面的回馈金累积到 200元以上的时候呢 这个现金回馈就可以直接入到你指定的银行账号里面 像我这次订台中的日月迁徙酒店啊 房费是8300元 扣掉现金回馈500元之后呢 换算下来房费是7800元 它比日月迁徙官方的定价还要偏快1000元 各位精打细算的小资组弟弟妹妹们 还不赶快去下载Shotback 再透过我的回键连结 我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 让你们在还没有买东西之前呢 就可以先给他狠狠地赚100元的奖励金 是不是很赞 再来要去看看他的公共设施 这边就是他的健身房 光线非常的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就是位在6楼的室外游泳池 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耶 如果是晚上来的话应该会超美的 就可以一边看着夜景然后一边游泳 超级Chill 不过这游泳池感觉有点偏小 有点像是大楼社区的那种附设游泳池 我们现在要上去24楼的牛排馆吃晚餐 好期待喔 因为上面好像有很漂亮的夜景可以看 我觉得他这边电梯等有点久 因为人太多是不是 可是他现在有一台是在维学 难怪他只开三台 因为早上从停车场上来的时候 就也等有点久 那等10分钟吗 有 对 I want to look greener I need a true believer in disguise If I'm loving you wrong She'll changing and receiving Girl you're best leaving me behind Cause I'm over easy I'm over easy And I'm over easy 我跟你們說身為一個消灘的弟弟啊 來吃這種高檔的牛排館 一定要精打細算 用美國運通的信用卡 來這邊兩個人吃飯的話呢 餐檢可以打五折喔 就是買一送一的概念 超划算的 它的餐前麵包有兩種 一個是類似傳統餐包 另外一個就是雜糧麵包的感覺 開胃小皮 頭感很不錯 很清爽 非常豐富 洋蔥 芹菜 跟蟹肉的感覺 有 還有外面那層很薄的部分 你不是不敢吃生蠔嗎 也不會不敢 因為它不是熱的嗎 它是熱的喔 溫的生蠔 好鮮甜喔 好鮮甜喔 完全沒有鮮熱 還好你有後來決定要改點生蠔 你剛開始吃到點生菜 生菜是380單點 這個生蠔大概是420 是要點怪的 那邊可以看到山景超美的 山的景色不是那個山景奧類那個山景 謝謝 謝謝 好 搭一個胡椒罐 好 搭一個胡椒罐 葡萄香好香喔 而且酒味不會很濃 然後有點偏酸的味道 這紅酒它酒味不會很濃 然後它口感我覺得它比較中性調 它沒有偏酸也不會偏 你喝喝看有沒有 就是中規中矩的意思 我喝看看 很順口 它有點花的香氣 喝起來是舒服的 我們的主餐來了 我點的這個是 樂野牛排五分熟 又要浮誇了 非常軟嫩 外面還有一個奶油的香氣 我覺得在這邊景色這麼美 然後又有酒 然後又吃著美食 好適合彈心喔 然後就會想到我 剛進科技業工作的時候 我都跟同事 掏心掏肺的聊很多內心 可是過一陣子之後 你就會發現 我講那些話怎麼 全部所有同事都知道 然後還有一些老人 你去問他問題 都愛理不理的 都這樣好嗎 給你上下掃量 一定要給他打他拳 在交接的時候 還會故意欺負你電影 對啊 可是後來拍影片之後 我就覺得 能夠拍片是非常開心的事情 就是做差不多的事情 很放鬆的做自己 而且大部分的操控 全都在自己身上 對 然後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我覺得拍影片 就還可以記錄當下的生日 你過了一段時間來看 我老了之後再回來看 我覺得好有趣喔 而且我覺得可以透過 就是YouTube這個平台 分享一些科技業的知識 跟專業技術給那些新鮮人 他們就不用再說到那些老人 就是愛教不教的 或是可以提早讓大家知道說 有些產業 這些產業 黑暗面 禁大家工作上不要遇到爛人 然後也不會遇到雷包同事 然後薪水每年都漲 然後股票賺大錢 大家都有車有房 你看現在那個雲朵有點橘紅色了 好可愛 漂亮 我們今天順便幫S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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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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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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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3 2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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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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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9 Oh my coldest fear Let me be right here Forever more 大家早安 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咯 这年代的饭店还在用早餐卷 因为之前去住的饭店就是 报房好办就是过那个房卡感应卡就好 No more hesitation Focus on what we're about Don't say sorry for who you are And those apologies won't get you far Cause I know that you know That we're in love That we're in love Ben anyway That you will DON'T SAY SORRY FOR WHO YOU ARE AND LESS APOLOGYS WON'T GET YOU FALL CAUSE I KNOW THAT YOU KNOW THAT WE'RE IN LOVE DON'T SAY SORRY FOR WHO YOU ARE 它的早餐就在三樓的享樂全日餐廳這邊 然後我們剛剛去拿了一輪早餐之後啊 發現它這邊早餐的品項超級多種 重點是還有這個超級浮誇的龍蝦粥 欸我覺得在這邊吃飯啊 有一種就我好像就住在七七好在區裡面的感覺 這個薯條油耗味有一點重 它的荷包蛋蠻好吃的 我必須要說欸 它這邊的食物好像就只有24個百分之間 驚豔但是早餐很多 但是口味都普普 你給你說看起來很好吃的麵包如何 超級美産 那感覺是青蔥麵包 蔥的味道蠻好吃的 只是真的是美産是有點太多了 而且它這個餅皮啊它這樣子焦焦的 我原本以為它會是酥酥脆脆的 可是它是非常軟的 東西很多都是 會以為是你喜歡吃那種 可是吃下去的口味有點不符合期待 這個牛肉好像有點肥 所以牛肉油花也是蠻多的 這種牛肉湯應該是要用溫體的那種 瘦肉偏多的牛肉下去汆燙 因為如果用這種雪花牛下去煮啊 那個上面會是一層肥油 去蓋掉整個湯的風味 會變得非常複雜 這個龍蝦粥雖然看起來很厲害 整個裡面都是橘紅色的 會以為它的龍蝦味很重 可是吃下去都是蔬菜先前的味道 它的蔬菜會去蓋過那個龍蝦 有點宣冰奪主的概念 就會變成是蔬菜之後 你那個龍蝦就是點綴的 這個龍蝦完全沒有肉欸 它就是渴 欸這樣呢 會不會覺得我的立場有點偏薄 就是一直在攻擊它的食物 可是沒有 我覺得它的牛排版 是非常好吃的 飯店或者是飯店業者假裝是中立人士 所以在下面有點說 嗯...飯店有沒有規定 一定要給你什麼備品 要給你早餐 然後房費也是給你說的很敢收 那我們準備要退房囉 整體來說啊 我覺得這一家飯店呢 就是一家蠻有年紀的飯店 因為它裡面整個房間的裝潢就是 比較經典的商務路線啊 還有它的一些硬體 我覺得有點不太行 就是玄關區的燈要亮不亮的 我還以為是感應室的 然後衣櫃裡面的那個感應室的電燈啊 應該是拉開衣櫃的瞬間呢 電燈就要亮起來 結果裡面的電燈是完全壞掉的 裡面是黑漆漆一片 就是覺得沒在維護的樣子 另外在軟體服務的部分 因為昨天在浴室看到整個備品 是完全沒有提供的 但是因為現在政府的環保政策 雖然說是在第一階段不主動提供備品 但是消費者如果有需要的話 還是可以跟飯店索取 日月千禧這邊呢就是制定了一個規則 他們從2024年7月1號開始呢 不主動提供 然後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你要自己花錢購買 不過它的優點就是 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有優勢喔 因為旁邊就有 星光三月台中大圓白 秋紅谷生態公園 走路就可以走得到 附近還有那個台中捷運的水安公站 就可以直接把汽車停在飯店裡面 就可以搭著台中捷運去 台中市去走走逛逛 重點是我覺得它昨天晚上的牛排館 非常的好吃非常的厲害 我完全可以為了牛排館來住這間飯店 但是剛剛早餐的部分就是 雖然它品項非常的多 很豐富 但是吃起來口味就覺得還好一般般普普 也沒有到讓我特別驚豔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錄住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的住宿心得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要按讚留言 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也要記得訂閱萊斯特頻道唷 我是萊斯特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啊 掰掰 我根本裡面知道 我們最愛的節目 我們一邊RE 我們在一起 你們幾乎 你們幾乎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